前面 实在是让我觉得 无底自容 愧对苍生 强儿 我还可对不起你 对不起父母 也对不起家乡的父老 未来还能见到你 在这里苟活着 可现在我完全失望了 强儿 我走了 别忘了坏哥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父王 你不用担心 我刚才去问过了 他们去找一个人 两个时辰就回来了 两个时辰 现在差不多了 你知道他们 要去见的是什么人吗 父王 我听他们临走时 在议论一个叫怀哥的人 这个怀哥我敢肯定 一定是宁护燕之 以前的一中人 哪个年轻姑娘出嫁之前 没有过自己的一中人呢 从未来的举木车 你现在变成傻子了吧 但是我可听说了 这个怀哥 就是跟咱们匈奴人 打仗时候战死的 什么 这又怎么样 他会找大禅于报仇吗 如果真是这样 他早就可以下手 恨苦要千辛忘苦 跑到这儿来报仇 父王 他也不请我 他还想起来 你 你的真心 真心 他不想起来 你 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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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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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霞儿 霞儿 怀哥 怀哥 霞儿 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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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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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哥 你一定是想怀哥想的 看走了眼 你说哪段地 也许是怀弟泉下有之 献灵献身吧 时候不早了 大蝉鱼一定等急了 我们回去吧 走吧 哥 哥 你们过来看 你看这个多好玩啊 待会儿我们带你去玩摔跤 怎么样 行啊 你教我说好了啊 君墨车弟弟 你看你 说的那些话 让父王心里多不舒服 我只不过是把我知道的事情 如实地告诉了父王 对吧 要父王多些心眼罢了 你啊 你啊 总是不相信别人 父王 父王 这里真好玩啊 好啊 好玩就好 啊 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啊 王将军说了 今天要请大家喝酒呢 是吗 好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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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你怎么哭了 哦 我 我没有啊 还不承认 肯定是要离开祖兄了 心里舍不得 难过地哭了是吧 祖兄啊 你带来的酒 够不够我们喝的 开个玩笑 一滴酒喝一车酒 包含的意义是一样的 好 酒够不够喝 到你一下就知道了 请吧 祖弟 王 祖兄请 请 请 帆国这座山 就是凶农人生活的地方了 我知道 强人 我听祖兄这么叫你 什么意思 没什么别的意思 只是你孩子 普通的称呼而已 我觉着很好听 以后我也这么叫你 好啊 身为大蝉鱼 我呼喊爷统治下的 所有匈奴人 已经十五年 没有跟汉人作战了 也就是说 在这十五年里 我和我的人马 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汉人 大蝉鱼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呢 不为什么 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是大汉真诚的朋友 现在更是大汉的女婿 这些我都能看得出来 对了 还有强儿 什么 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 以后你不和汉人打仗了 这个不用说了 哪有女婿去打岳父的 那是什么呀 是你 强儿 你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很美 很聪明 很可爱 我很喜欢 大成瑜 这些你都说过了 我要说的是强儿 你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对我护寒爷来说 也许太年轻 太漂亮了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说强儿 如果你觉得跟我不合适 你可以离开 大成瑜 我 你听我说完吗 强儿 我可以把你送到 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而且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我护寒爷 宁愿听着美丽的小鸟 在远处的树上 对着我高兴地笑 也不愿意看到她 在笼子里悲伤的哭 你明白吗 明白 不过我也要告诉你 大成瑜 我和你在一起是快乐的 一点也不感到悲伤 真的吗 不喜欢你 我会告诉你的 那太好了 快乐的小鸟 那我就每天高兴地 唱给你听 好极了 强儿 我还想求你件事 你说 将来 我们应该还有一只 美丽的小小鸟 大成瑜 一定会有的 多么好的消息啊 我现在就给它起个名字 一吐枝牙尸 怎么样 一吐枝牙尸 是 就是快乐的小鸟 这个名字太美了 嗯 它既是匈奴人 又是汉人 你知道我们匈奴人 有个歌谣是早说的吗 嗯 美丽的小鸟 自由地飞翔 因为没有长城 可以把天空分开 真是太好了 那我竟然跟你说 嗯 天上的小鸟 无忧无虑 跟着母亲 排大着稚嫩的翅膀 天天在歌唱 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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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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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将来强儿 认不认我 我绝不会让我心爱的女人 到这荒漠的地方 两位兄长 昭君就此别过了 强儿 张大哥和顿哥不在你身边 你自己多注意点 啊 张大哥 你放心吧 我会想着你的 顿哥 你要多保重 强儿 顿哥不在你身边 你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有什么事情的话 马上派人通知我 我会火速赶到你的身边 大禅于亭 离边关不足两百里 到时候你随时 可以去看望强儿的 哦 对了 顿哥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这是 我昨天晚上 写了一封信 如果有信使来 请他转交给父皇 强儿想陛下吗 没有一天不在下 大禅于 大柴于 好 祖兄 强儿 上车吧 两位哥哥 多保重 这一次啊 我一定要把呼寒爷的迎亲队伍 结在艾敏河的南岸 然后再反过身来 去攻破大禅于亭 到时候 末南末北 就都属于 图骑孤图禅于您的了 这就是我们养兵千日 与呼寒爷做最后的决战 看得出来 图骑孤图禅于这一次 格外有信心 那是因为王怀完全站在了我们这边 他发誓 要从呼寒爷手中夺回他心爱的姑娘 所以他答应我们 与我们并肩作战 真的吗 他不是口口声声说 不与汉人交战吗 真要是打起来 谁还能分清谁是匈奴人 谁是汉人 来 强儿 坐一会儿 看不错啊 幸福吗 幸福 幸福了 去跟他说你句话去 快去 去 父王 但这样子 给我唱支歌吧 好 我看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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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错 哈哈 不错 你看不错 你看不错 我看不错 他看不错 我看不错 我看不错 他看不错 那你的心上人是谁 那你的心上人是谁 女 那一支牙厮 那支牙思 来 人 孩子们 你们的眼睛会掉出来的 父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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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获胭脂很美是吗 是 以后你们也可以 娶汉家的姑娘 做你们的胭脂 只要我们与大汉一直和好 也会有汉家的姑娘 嫁给你们的 我也能吗 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这个样子 你取来的胭脂会揍你的 我觉得宁湖胭脂最好 他不会揍我的 你的眼力不错 我的小儿子 我觉得他是最好的 不会再有更好的了 天哪 早晚有一天你会杀了我 一定要杀了你才行吗 哥 哥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张军公主是假的 怎么是假的呢 你睁眼看看 是啊 但他毕竟不是真的公主吗 你这个人 怎么老问这个问题 我脑子就是转不过来嘛 我脑子就是转不过来嘛 居莫撑啊 我的好弟弟 你这个人啊就是这样 有时候高兴得要死 有时难过得要命 你说你什么时候 才能过这样感情用事 我也是为咱们匈奴 担一份心嘛 好了 大喜的日子 高兴点儿 知道了 是 刘胖将军 我留在这儿突击 你啊 绕到后面去 中间的那个大仗 就是胡汗爷的 好 来人哪 快来人哪 他们要出什么事了 哥 他们要出什么事了 快 快快 快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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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不过言之 小王子们赶快进账 千万不要乱考啊 放心吧 他们不会乱跑的 上 快 走 上 快 上 快 有人投影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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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上 上 上 安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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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到這邊 老邦 站住 你们不能去 我们是男人 我们应该保护你们女人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去 可是你们还不是大人啊 我也要保护你凝狐烟枝 那边 走 谢谢你 丹枝雅思 可是 你们要听你们父王的话 外面很危险的呀 我们是男人 我们不怕 快 对 走 你们回来 你们回来 丹枝雅思 丹枝雅思 放开我 快 跟我回去 丹枝雅思 我不怕 丹枝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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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起步撤 追上去 别让他们跑了 跑 跑 图棋固图 是巨木车兄弟 多年不见了 这下你可完了 巨木车兄弟 快把我放了 好啊 要不要再把我的马借给你 太好了 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们是兄弟啊 现在你才觉得咱们是兄弟了 好多事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支是我的父王啊 那护寒爷还是我的父王呢 巨木车兄弟 我从来没有打过你的父王 是不是 自从我父王死了之后 我就从来没有和你们交战过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恨我的 季侯山叔叔呢 那今天晚上呢 今天晚上 到你季侯山叔叔这来干什么 我要杀那个汉人 可是我没有成功 你说的是宁虎烟枝 是啊 她是大汉的掌上明珠是吧 杀一个女人 就能为支支叔叔报仇吗 这跟报仇没有关系 这是为了匈奴 军本师兄弟 我想你也不太喜欢什么和亲吧 和亲 我觉得很好啊 他们给我们很多东西 还有美女 他们要是跟你和亲 你就不这样说了 很多事情你不明白 据我所知 你最聪明 季侯山叔叔最喜欢的就是你 你看出什么了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 你得到的这些好处 来得太容易了吗 还有那个公主 刚才我见到她了 她的确很美丽 对啊 那是大汉第一美人 你不觉得 这好得有点过分了吗 那你说 大汉把公主架到这儿来干什么 很明显 那个女人什么都不用干 生个孩子 而且是个男孩就足够了 是这样 那个男孩将来做成大蝉鱼 半个汉人哪 你想过这个没有 这个我倒没想过 你的确比我聪明 那我应该告诉他们呀 你别傻了 你的父王 你的哥哥全被汉人给迷住了 他们是不会听你的话的 可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 我什么都知道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很聪明 其实你也很聪明 也许 有一天咱们能在一起 也许有一天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放我走吧 杀一个真正为匈奴做事的人 对您有什么好处 等这压司 是 都是因为我 别这么说 强儿 要是我把他护尽了 就没事了 这和你没关系 一定是吐气孤土的人干的 我看见一个家伙 很像吐气孤土 举摸车追上去了 看来 吐气孤土真的害怕 我们与大汉和亲呢 是啊 连他自己都出马了 父王 父王 那个人是吐气孤土吗 父王 不知道啊 你追上他没有 我追了 可他们有四五个人 马还被他们抢走了 怎么会这样 丹枝亚司怎么了 你弟弟 他已经死了 丹枝亚司 你不会死的 将军 你不要难过 我知道丹枝亚司 是你最喜欢的弟弟 可是他已经 死了 都是因为我 都是因为你 对吗 天哪 我的弟弟 他才十岁 为什么不伐第二剑 你不是很有本事吗 能连伐三剑吗 我看见你第二剑 已经搭在了弦上 可你为什么不伐 可你这个该死的 并没有告诉我 那个人是个汉人 我说过 绝不和汉人交战哪 他嫁给的匈奴人 就是匈奴人 你们汉人说得 不是很好吗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吗 那你应该告诉我 吐气孤土 你骗我 我怎么了 就算是了 我也不怪你 我答应你的事还算数 这次 就算是你最后一次帮我了 阿多姆 你走吧 带上一百人 走得远远的 走 你现在赶我走 我也不会走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喜欢的那个姑娘 已经不在那儿等我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吐气孤土 你听着 我喜欢的姑娘 就是胡汉爷的新胭脂 可那女人是 皇帝陛下的公主啊 是你们大汉 最美丽的公主不是吗 见到她的人都这么说 我不管你怎么说 我只知道她就是我的强儿 我天天想的就是她 要是这样 我说话算数 我去把她给你夺回来 现在就去 怎么可能呢 除非杀掉胡汉爷 那就杀掉胡汉爷 汉军会跑来保护她的 我们可以一起收拾他们 没有关系 你可以不去 我们去 那还不是一样 我们总得把那姑娘 给你夺回来呀 对 把她夺回来 我一定要把她夺回来 大汉宗主来了 大汉宗主来了 大汉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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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我亲眼看到的话 真不敢相信 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五韩爷 完全被她迷住了 大臣于 我们想好好地看看宁虎胭脂 你们 你们喜欢宁虎胭脂吗 喜欢 你们想好好看看它是吧 是 那你们就好好看看吧 好 我的单身雅思在哪 也许和举墨车他们在一起吧 是 无胭脂 你看怎么样啊 什么 新胭脂啊 他嘛 他是我胡韩爷大铲鱼的新胭脂 也是我最后一个胭脂 我从来没见过胡韩爷这样笑过 无胭脂 无胭脂 胡韩爷这样对你笑过吗 你不要惹无胭脂生气啊 我才不像你只知道忍受 胡韩爷对五胭脂的爱 已经被新胭脂夺去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 让五胭脂知道 胡韩爷不是他一个人的 我已经喜欢上这个新胭脂了 他是个好人 他总归是个汉人 汉人怎么了 不过只要让五胭脂生气啊 我就高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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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你们大家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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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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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胭脂死了 是 她死了 别太着急 五胭脂 人最终都要到神那里去的 神会喜欢丹枝牙丝 你说得多轻巧啊 我的意思是你还年轻 神他会赐给你 像丹枝牙丝一样可爱的孩子 都是那个该死的汉人 听我说 这和寧户胭脂没有关系 怎么没关系 要是他不来 大蝉瑜也不会带着 丹枝雅思他们出去 你说话要有良心那五燕之人 大蝉瑜去汉帝的时候 是你同意 让大蝉瑜带着 丹枝雅思去玩的 可是如果他不来 土气孤土也不会去截杀他们 也就不会 我看 你不仅仅是因为丹枝雅思 才恨您胡燕之的吧 不要干蠢事 仇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其实我嫁到这里 就是为了和大家成为朋友的 你们大家不用这么客气 我们以后会常见面的 汉人 无言之 你想干什么 我不能和这位公主 说几句话吗 你改天再说吧 不要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仇 你不是说你是大匈奴 最能让人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的蝉瑜吗 可你刚才是怎么 称呼宁胡燕之的 那她是不是汉人呢 你 你是大汉最美的女人是吗 这怎么说呢 人的美丑 是由别人来评论的 我听说 你不是个真正的公主 住嘴 你在命令我 蝉瑜 你在做蠢事 让她说吧 她有什么想知道的事情 只要是我知道的 我都愿意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让人们知道 新燕之的身世呢 你们想知道吗 是 来 别走 不认识 说说吧 我听你的 回答我的话 你不是一个真正的 大汉公主 对吗 对 我不是 她是不是大汉公主 那又怎么样呢 是啊 反正她是天底下 最美丽的公主 大蝉瑜 这是你的光荣啊 是不是啊 是 说得好 大汉皇帝不是要把公主 嫁给我们吗 怎么来了个假的 因为她是大汉最好的姑娘 还因为我比真公主 更愿意嫁到这里来 是啊 真公主也不见得比她更好 可是凶奴受了大汉的欺骗 你是个骗子 那你说 我骗到什么了 我千辛万苦九死一生 来到这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地方 我骗来什么了 难道就是因为这些礼物吗 好 就算大汉骗了我们 那也不是这位 凝狐燕之的错 是吧 更何况大汉没有骗我们 这恰好证明了大汉 对我们的诚意 凝狐燕之不是公主 那么大汉皇帝 完全可以得到她 可皇帝为什么 让她嫁给了我呢 为了得到昭君公主 我的两个儿子 雕堂墨高和举墨车 不服气啊 跟我竞争了三天三夜 结果呢 汉人说了江还是老的了 我赢了 连大汉的皇帝 都服气得连连伸出大拇指 好 好 大汉皇帝至高无上 他自己为什么不留下你呢 因为我不愿意 嫁给我们的皇帝 就算他留我 我也不见得嫁给他 不愿意 谁会信 大汉皇帝是天底下 最富有最有权力的男人 这么说 你倒是好像很愿意嫁给他了 可是我不愿意 我知道自己应该嫁给谁 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那您怎么能嫁到我们这里来呢 为什么不能嫁到你们这里来呢 这里哪能比汉帝 那是你这样觉得 可是我不这样认为 我当然喜欢我的家乡 可我也喜欢这里 为什么要觉得自己这里不好呢 只要是有人住的地方 就各有各的好 要不然人们也不会住在这里 大家说对吗 是 说得好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想 你不信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你要是那么喜欢汉帝 我觉得 你完全可以到汉帝去 那里也不是不能去的 大蝉鱼 你多高兴啊 我的儿子丹枝牙死死了 可这有什么呢 你又有了新的颜知 你多好啊 说这些干什么 我的孩子死了 我还不能说吗 你们知道小王子丹枝牙死吗 就是因为这个女人 她死在路上了 好 真的 我的丹枝牙死 我的丹枝牙死 那不是你的错 多怪我 她在为丹枝牙死流泪 多可爱的丹枝牙死啊 母亲 您回颜值为什么哭啊 因为你的丹枝牙死死了 丹枝牙死再也不回来了吗 是的 我的四王子 你不要走 请相信我的族人 我跟他们说清楚 你们听着 屠极孤徒 为了破坏我们与大汉和好 在路上派人 要杀死宁湖燕之 杀死屠极孤徒 杀死屠极孤徒 杀死 你们说这能怪宁湖燕之吗 不能 那怪谁呢 除去不妥 这不是你的错 你要是还这么绝胆 你就没有用匈奴人的心 来想事情 我知道了 祝福宁湖燕之 宁湖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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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还没有做母亲 可是我知道 身为一个母亲 失去自己的孩子 心里会非常难过 丹枝雅四是个好孩子 我非常喜欢他 谁用你喜欢 就算你不愿意让我喜欢他 可我还是喜欢他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爱的丹枝雅四 就算以我的死来换他活着 我也乐意 说得好听 这是我心里所想的 就算你让我说难听的 我也说不过你 花言巧语 在广场上你还那样羞辱我 现在都这么说 就算你现在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依然还是这么回答 吴燕枝 宁湖燕枝已经看你来了 你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会让人觉得 我们凶浓女人很无礼 专去燕枝请你放心 我不会觉得所有人 都跟吴燕枝一样 就像所有汉人 也不会像我一样 你还在羞辱我 不 我只是说出了 我心里所想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那随你 你知道吗 汉人 我恨你 那你就恨吧 这是你的事 我没有办法 我也不会让这儿 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你滚出去 这很容易 宁湖燕枝 我希望你 不要因为此事而生气 当然 我嫁到这里来 不是为了生气的 就算真有生气的事情 也会很快过去 听我说一句宁湖燕枝 我觉得你说过的所有话 都没什么错呀 对 错全都在我这儿 我再说一遍 吴燕枝 但知雅思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我很喜欢他 他死的都是我的错 赞取燕枝 大燕枝 我先走了 你不应该这样对待宁湖燕枝 这样 你会失去所有人对你的尊重 那就失去好了 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儿子 又失去了红汉爷大湛鱼 现在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那就失去好了 虽然我不应该喜欢宁湖燕枝 但我觉得 他也没做错过什么事情啊 强儿 你知道吗 我已经向所有人宣布了 你这个六燕枝 是我最后一个燕枝 其实我应该是七燕枝 六燕枝是云娜才对 可他已经 大湛鱼 我想求你像安葬燕枝一样 安葬云娜 这 要是没有云娜 那天死在车里的人 就应该是我 她是主动替我去死的 她虽然没有成为你的六燕枝 可是她是我的姐妹啊 你说得对 好 我答应你 我的宁湖燕枝 大湛鱼 你真好 感谢观看